昨天上下了一整袋的雨 今天这个天气 哗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冷 那么这么冷的天气 咱们应该做点啥呢 最好是做点辣辣的 然后带点汤 我想了一下 有一道菜特别的符合 就是豆腐粉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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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从外面做的一样一个味儿 现在做的还是成功的啊 底下有豆腐还有粉丝 有豆腐有粉丝煮什么饭呢 这个拿着锅边烧着 边烧边吃最好 有点冷啊 不点我吧 不点你 没事 给你穿 好吧 给你穿上 我有点冷 然后吃着它这个就暖和起来了 你先穿上这个 光我这个油的比你厚多少 豆腐蘸点汁吃吗 蘸点汁吃 尝尝个粉丝 粉丝可以 吃吧 粉丝有味不 有这粉丝还吃什么饭呢 我天哪 这粉丝真有味啊 其实天冷啊 就应该吃点这个热乎的 嗯 这粉好吃 嗯 吃点热乎的 然后吃点辣的 当然身子嘛 鸡头可以吃那种地方 就有那个胶质的 就它那个头那个地方 很多人他不喜欢吃 他觉得像鼻涕你知道吧 你拍一下 这一块啊 对对对对 这个是最好吃的 对 那个这一块给心子啊 都说这一块上鼻子 对啊 反正它更嫩的 我是觉得最好吃 有些人他吃不惯 还有鱼眼睛啊 反正基本上吃鱼头 就是冲着那个地方去的 是还有一块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 就是软骨那个地方是吧 就挨着鱼眼睛那一块 那不就是刚刚我说的那里 还有一块是这里 这一块也是很牛逼的 嗯 这味道吃得嫩 跟外面做的味道其实差不多 有一股很香的剁椒味 这剁椒我是体验就是炒过的 所以很香 它一开盖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 直冲那个脑门你知道吧 跟吸了一样 哦 哎呀吃完混成确实立马就不冷了 得劲了 狗子动得跟狗一样 今天这道菜非常的成功啊 做法难不难 不难 很简单 照着视频学就可以 学好了给家里露一手 以后做饭都是你自己 那算了还别露了 我也自己偷偷吃吃 动都受不了了 今天这道菜很成功 你们可以真的试着在家里做一下 偷偷的做 然后悄悄的经验给大家看 外面真的太冷了 咱们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下一个赞 我们是哼哼兄弟 下期再见 拜拜